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厅 这样看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的受访者是Eric Du 杜创办人 杜创办人承认美国政府公共卫生顾问 现在位于世界前20大药厂研发策略部门 并且主导多项设计产业相关的商务政策倡议 同时也是美国国防产业公司顾问公司的合伙人跟创办人 专门辅导包含台美新兴科技公司策略规划 感谢杜创办人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主题包含公共卫生的挑战 也有包含美中在生物科技产业上的大斗法 首先我们先请教杜创办人 目前COVID-19的疫情仍然撕裂全球 在疫苗或是药物开放上不仅将求通道移民 其实这也是全球挑战 可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国家 与中国很明显的在防疫生物科技上的竞争 都有十分大的分歧 就你在美国生物科技业做研发策略 以及主导商业策略游说的经验来看 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想先从比较广泛的美中竞争来讲起 然后逐步再与听众们聊到生物科技这一块 我们先必须了解到现在以及过去的国际局势背景 基本上中国政府以及他们的公民 在美国窃取高科技的事情 我们只有耳闻 但是许多人并知道说这其中的深度以及广度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台湾 一般的民众可能都认为说窃取科技 大概就是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 就是进去偷一些东西出来 进去偷电子档或是书面档案出来 这种赤裸裸的非法行径 但其实这只是占十分小的一部分 中国目前主要的图定 是在用暗示合法的灰色地带来运作 所以根据美国的情治单位 还有执法单位的调查显示 中国会用基本上几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利用美国学术自由的环境 用他们国家巨额的资金来赞助在美国的学者 让这些学者从高等学府或是研究机构 获取最新的科技或是科学知识 像是目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 所主导的千人计划 最近美国政府正在全面追击参与该计划 并且从事这些间谍行为的学者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运用Venture Capital 创投来对目前人人在这个创业早期的 尖端科技公司做出控制 目前我们都知道说 由于现在许多的国防科技 除了传统武器系统之外 也着重运用于这些人工智慧 还有自主系统ARBR 这些我们称之为军民两用科技 那这些科技大部分原本都是由 民间公司开发作为商业用途的 所以这些科技的管制 就在一密与非机密极限的灰色地带 十分容易被中国公司用商业手法取得 那这个生物科技其实也包含在 这一块项目里面 那另外一种商业手法 是借由Private Equity私募基金 那Private Equity和VC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性质 都是借由中国巨大的国家资本 来占有美国新创科技公司的控制权 并由此来取得商业机密 当然许多时候并不是由明显的中资来操作 而是由一些借壳上市的港资台资 以及一些美国的就是合伙人 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中国在窃取科技之后呢 他们常会违反 用一些违反自由贸易的政策 来培植本国的企业 并且再用他们十分便宜的劳力 来吸引供应链的厂商 再以更便宜的价格抢占美国的科技市场 然后再时不时的就是威胁美国的 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所以这一连串的举动 严重伤害了美国的利益 所以吐使了这个美国的两大党 共同决定狠狠的来制裁中国 那这以上呢 就是大致美中对抗的时空背景 那我们今天要先来讲到一下 就是跟今天主题比较相关的两大法案 首先呢叫做外国投资风险审核更新法 FIRMA F-I-R-R-M-A 这个FIRMA法案呢 是在2018年国会通过 然后又在2020年的2月 由各个部门开始执行 那基本上FIRMA呢 它扩大了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职权 那这个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呢 基本上它的职责在于审查海外公司 比如说中国的公司 对美国投资可能造成的任何的国安影响 那它扩大了这些职权呢 基本上包括了就是让委员会的能够审查 所谓的非控股 就是non-controlling 但是又非被动 也就是non-passive的这种投资 给大家说好了 就是像假如有些中国的资本 或是跟中国相关的创投基金 那他们的投资金额 本来如果只是属于少数股东 就是所谓的minority position 但它的功能 但它有时候可以 原来可以行使一些股东的权利 来取得公司的非公开的资料或者技术 那这些目前也是可以被美国的委员会审查的范围 那他们审查的重点呢 目前他们审查的领域啦 目前可以分为主要三项 第一个呢是重要科技 第二个是重要基础建设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敏感各资 我想先提一下重要科技是什么 那重要科技呢 主要包含了有几项 第一个就是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里面的 就是军品管制清单上面的科技 第二个是商务部所规范的商品管制清单 上面的科技 第三个呢 也是我今天想要重点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出口管制改革法 ECRA 那他里面有列出一系列的所谓的前瞻型的科技 那目前呢 美国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说 哪些属于的前瞻型科技 但是他们已经透露了 那其中就包含了生物科技 那这是所谓的重要科技的部分 敏感各资呢 包含的就是理财啊 健康啊 个人识别嘛 你的性相 你的基因资料等 各种可以用来威胁美国公民的各种资料 那我来举一个当时比较宏洞意识的案例 就是当时2018年 阿里巴巴关系企业叫做蚂蚁金服 他们呢 当时想要并购美国的一家金融服务公司 叫做Moneygram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是美国政府意识到说 假设这一间公司被中国的阿里巴巴并购的话 那所有人的银行账户资料 都会被泄露到中国 那所以美国政府当时就挡下这个并购案 那这是所谓的敏感各资的部分 那重要基础建设就是包含 就是一些传媒啊 公共设施啊 能源运输等 以上刚刚我讲的 大概就是较为广泛的 美中科技纷争的一个大环境 非常感谢指引长的分享 指引长我想要请教一下 你刚刚说到可以威胁人的敏感各资 这跟中国的生物技术发展的关联性 可不可以再简述一下 之前呢 美国的国家反情报安全中心呢 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 那它里面指出了 就是中国政府目前在收集 低音和健康资料 这会危害到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呢 目前其实是在美国的安全议题上 是名列前茅的 那什么是基因和健康资料 所以就是说你所谓的 你以前任何的病例 或是你的协议检查的指数啊 或者是你的药房记录啊 任何的生物辨识特征 像是你的指纹那红膜 那这里面还有包括你的住址 电话工作地点 这些都是所谓的你的健康资料 那为什么中共现在要收集 这些资料呢 各位可以想象 就是假设一个大病集团 如果拿到你这些资料的话 他们可以拿来做什么 那你再可以再想象 中国共产党如果拿到这些东西的话 他们还可以做什么 那表面上他们的收集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利用他们这些庞大的生物资料呢 来建设他们自己本国的生物科技产业 那达成他们2025中国制造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第二个理由就是利用这些生物资讯 在新疆做出更有效的控制 像是这个管理集中营啊 或者是监控户口啊 进行这些强制结扎 或者是一些政治的一些教育 当然这表面之下的理由是这两个 那其实这更深层的一些国安的理由呢 其实不仅于此 中国政府他们不仅收集自家公民的资料 他们其实也十分活跃于购买或是窃取 外国人的个人资讯资料库 用来做抹黑或是勒索的手段 那根据FBI他们的反情报调查 基本上有一半以上都跟中国有关 那相当于就是每将近10个小时呢 就有一个涉及中国的新案子 所以倘若有外国的政要 假设就是台湾的一个政要 或者外交官 或者是他的情报员 甚至就是这份重要的商务人士 他们的资料倘若被窃取 并且被交叉比对的话 这个后果 那他们就可以被中国政府 用来作为勒索商业 或者政治机密的一个手段 感谢执行长的分享 那可以知道说 这些外国的健康资料也好 这些敏感各自也好 确实都是在自由世界上面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那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节目稍后回来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你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寄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看中国》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看中国》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陈冠婷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陈冠婷事件 刚才我们Avery DOO指引长 杜指引长提到 中国有通过了许多法条 当然美国这方面 也有相应的这些措施跟法案 来面对中国的这种 在情知上面的挑战 在中国通过的法条 在收集外国人的资料 但同时又阻碍一些外国企业 去收集中国的资讯 这是不是违反了一些公平贸易的准则 还有国际合作的精神 那这样子的做法 是不是不利于国际共同对抗 全球的流行病呢 想要听听看杜指引长的看法 贯婷你的观察完全是正确的 所以在我讲到中国这些法律之前 我想先与听众们提到 一个在WTO层级的一个 十分重要的国际贸易议题 叫做所谓的电子商务谈判 也就是e-commerce negotiations 那这近几年来 我们常听到所谓的电子商务 或者数位经济 或者数位贸易 那许多朋友呢 常常会认为说 我又不是电商 我也不是网路公司 我很少在网路上买东西 那这些法规应该跟我们没有关系 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首先呢 这是我们这个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呢 将所谓的电子商务定义为任何的产业的任何公司 你只要利用网路来交付任何的产品或服务 都算是所谓的电子商务 所以基本上它支配了我们大部分的生活 以及商业的行为 假设你今天你的公司呢 像外国买了一个用户的市场用户的资料库 或者是我今天传一封email给你 但是附上了一个当夜的相关的文档 或者是我在世界各国做临床试验 都可能会被直接罚条影响 所以在不久的将来 这个电子商务的谈判里面的相关的规范 都会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国际贸易架构 那我想先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 数位贸易最具有代表性的争议有哪些 那我们再来谈到中国 以及他们在生物科技上面 如何做出一些所谓的反竞争的相关的规范 那首先第一个我最具争议的就是 Cross-Border Data Flow 就是跨境数据流通 顾名思义呢 就是将在某一个国家所采集到的数据 传输至另外一个国家的行为 那举例来说呢 假设你今天是一个生物科技公司 那你在一个国家对当地的病人做临床试验 那结束之后 你要将数据传回公司做分析 那这就牵扯到了跨境数据流通 或者你是一间网络公司 但是你需要取得当地客户的市场资料 像是产品的使用模式啊 顾客的兴趣等等 这些也算是跨境的数据流通 第二项争议的议题呢 往往与刚刚那一项第一项一起谈 也就是data localization 那么姑且翻译为这个数据本地化 我们的数据本地化指的是说 有些国家呢 会强制外国企业将数据处理中心 和伺服器架设在他们这个国家 以作为在当地做生意的一个先决条件 那所以你通常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呢 他们第一个 他们先限制跨境数据流通 第二个在要求数据本地化 第三项议题呢 就是所谓的个人隐私和个人资料 那我们刚刚大指导提到 那我们就先不赘述 那另外一项第四项最重要的议题 是强制开放原始码的问题 那所谓的原始码呢 就是基本上是软体的商业机密 那政府不可以随意要求公开 但众所皆知的是 中国政府呢 他们不仅会以这个审查外国企业的原始码 作为通商的条件 那他们甚至会要求企业在这些原始码上面做手脚 来开后门 以利他们方便窃取资料 那这里面跟生物科技最相关的 就是所谓的跨境数据流通 以及数据本地化的争议 非常感谢杜景师长的分享 那其实这样子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说 就算是公共卫生的议题 生物科技的议题 都还是跟公平贸易的准则 还是是要必须要遵守的 那我想这也是美国与中国的最大分歧点 想请问一下杜景师长的看法呢 美国与中国在公共卫生议题 在生物科技议题 甚至在资讯流通的话 当然也就是包含这种科技上面 这种竞争的好 他们最大的分歧点到底是什么 美国呢 它是一个十分重商主义的一个国家 那因为大型国际的企业 基本上是我们经济的命脉 所以美国是支持数据的自由流通 那当然唯一的例外是 是为了要反恐和反诈骗 但反观中国呢 他们会用各种不同的国家安全理由 来阻挡数据的自由流通 那我想举几个例子 那中国呢 在2017年通过网路安全法 2019年又推出了数据安全管理法 强加限制了一些数据的出口 并且让这些审核的官员呢 可以无限上纲的诠释法条 那现在呢 还有所谓的生物安全法 以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 这些听得很讽刺啦 但因为中国的事业呢 时常在各个国家盗取别人的资料 但是他却不许别人 就是用合法的商业行为呢 来购买他们的资料 基本上就是你的资源是我的 但是我的资源还是我的 那以数据本地化的 这个争议来看呢 美国是十分崇尚自由贸易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 以设置本地数据中行为前提 来从事任何的双边贸易行为 但是反观中国呢 他们通过所谓的生活安全法 还有这个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 基本上罗列了许多反竞争 反自由贸易的手段 以往来中国做生意的人呢 都得把资料储存在中国 来创造他们自己的本国的就业机会 并且分取一些数据的红利 那我想讲一些比较实际的法案的条例 根据中国的个人信息安全法的第38条至第40条 它其中列出了对外国企业的一些数据本地化的要求 那像是第40条他们讲的所谓关键 那我就直接讲他们的法条 叫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营运者和处理个人信息 达到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数量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应当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 出生在境内 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向通过国家通信部门 阻止的安全评估 那这句话你会纳门就是说 什么是关键性 你怎么定义的 那什么又叫做规定的数量 那为什么要规定这个数量 规定这个数量的意义在哪里 那我今天会问到这些问题 是因为说我自己呢 就有一个生物科技制药业的一个客户 他们跟我说过 就是说他们在申请中国的临床试验 许可的时候 中国政府呢在审核的时候会问他们说 他们要出口多大的资料 就是档案的大小 那这些公司呢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该怎么回答他们 因为我们大概知道说 临床试验的数据的量 要足够证实这个药是否是安全的 是否是有效的 那不管这个档案的大小如何 那假设你今天因为你政治上的规定 档案不能超过一个大小 比如说20GB 那你这样子能够得到的临床试验资料 可能只有一半 那你要拿这个数据拿来干嘛 完全不能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规定是十分的人为 十分的政治化 也是十分的反商业的一个行为 那中国去年呢 刚通过了一个生物安全法 更加了阻碍的国际之间的合作 比如说他们的第54条规定 与中国在人体基因资源的合作上面呢 必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的许可 那所谓的人体基因资源呢 就是不仅是生物的样本 更包含了所谓的数据 基本上我们就想象就是临床试验 现在大家都在讲疫苗 大家都在讲药 那就是临床试验的数据 那也就是说呢 你要是想要在中国做临床试验 想要测试一个新的药 或者新的疫苗 然后你要把数据传回 我们公司的美国总部做分析 那这么一个简单的步骤 还需要到国务院李克强 等级那边要同意才行 那他们这个法的54条 与55条规定 就是外国的企业 需要与中国本地的机构合作 并且得到国务院的同意 那这个57条更规定 就是他们应当要保证 中方单位及研究人员 全过程实质性的参与研究 依法分享相关权益 换句话说呢 这个法案规定说 我们只要在那边 如果只是要做个简单的实验 很有可能商业的机密 或者是智慧产权 都要被迫分享给中国 被走后门 所以这是一个 对于外国企业的商业行为 甚至来自国际在医疗上面合作的机会 都会产生十分大的负面的影响 非常感谢杜创办人跟我们今天分享的包含生物科技以及国安的议题 其实对美国来说 他们担心的是他们生物科技被窃取 还有他们国人的生物资讯被竞争对手作为可以做竞争性的武器 当然台湾也担心我们的盟友们在中国会遭到反竞争不公平的商业待遇 其实包含我们自己都会损害到我们的智慧财产权等 所以这次的疫情不仅仅只是公共卫生上面的挑战而已 在包含贸易还有这个资通讯的这种尊重国际合约的重要性 还有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也好 世界卫生组织的这种透明度等等都非常值得我们去注重 以上就是今天中央广播电台将看中国的节目内容 再次感谢杜创办人 我是主持人陈冠霆 谢谢听众们今天的收听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